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姨 喜歡我的頻道 直接按一下 電面按鈕跟鈴鐺 接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然後再來聽聽聽聽手遊 微信官方有公告這個 版本齁 前瞻 兩位心依靈齁 還有聯動的活動復刻 終於要來了齁 誒 是先進行還是先進行 看一下 好 第一張圖齁 這個是 問來路 無來路 問歸處 無所圖 這把劍 是刀疤的劍還是仙雲超的劍 仙雲超的刀劍 武林盡視庸俗小 你可曾聽聞紫雲派的傳說 上古首劍四大門派 或敗於殷親結果 或是人才凋零 紫雲派衛生不論血統出身 管招外門 然後 他受益於此 敗入師門 既無血清 他不信天地的命術 我老有相依 變至關走自己的路 吧 任斷裡 紫雲派這邊 如果是魚人座的話 紫雲派免什麼人啊 咱們人也不可能出啦 那也就任斷裡啊 可是這個劍跟任斷裡有什麼關係 任斷裡在劇情裡面是柱油 沒記錯的話是柱油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有一把劍是代表說 這把劍是他的囉 變成小客 小客 第二個 用手遊天 行常在人 上下求索 長路漫漫 帶領族人 行至山花明遠 終有一處落腳之地 為什麼離開又為什麼留下 他傳承下來的直到自人 背負千軍 他以無法 連動復刻的仙劍 然後無法自由選擇未來 神秘會指路嗎 那他願意做短暫的救世主 尼瑪吧 有一個狼啊 因為尼瑪身上有披一個白色的毛毛 應該是狼吧 我不知道 我猜的 感覺這些都是原創角色 好新個皮膚 欸這個是 連動是復刻 連動復刻是那個 仙劍旗下傳 再來這個什麼 有駱駝 很多駱駝 這個誰啊 子豐 子豐已經很多時鐘了 有個駱駝欸 下後翼喔 欸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感覺就是女腳 這個腳 欸這個是腳嗎 哪有駱駝 玄機 應該不是 喔這個我猜不到欸 這個完全猜不到 喔 OK 兩位新角色千讚齁 好了 那今天的情報就這樣了 希望你們的頻道 按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 今天的收看拜拜